代表中文字幕《全面試》 歡迎各位大朋友 小朋友來參考今天的假日科學廣場 今天自我介紹 我是中央大學物理系的朱慶琦 那是一個假日科學廣場活動的主持人 依照慣例我們都會先歡迎一下 就是一次來參加加入科學廣場的新朋友們 我會請新朋友舉個手 他們的朋友都可以 好 歡迎你們 希望你們電話得愉快 好 那今天我們 大家可以發現 我們這個學協加入科學廣場 就是幾乎是 要怎麼說呢 網羅了我們南台灣最優秀的獎金 前面南台灣加東台灣 應該到哪裡來的 就是非常遠的那些地方 我們前面兩場就是有來自高雄 有來自台東的 那今天稍微近一點點 可是還是很遠 哪裡呢 台南 我們王老師今天就早上8點不到 就從台南開車下來 真的很辛苦啊 又是領駕 高雄舞蹈很好看 所以非常遠 所以他為我們準備的節目也非常精彩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是這裡有點小 網絡上都有 我們有14個實驗要做 所以今天來的小朋友真的是恭喜你們 我們會大豐收 會帶很多東西回去 那王老師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 我們是邀請這個全台 甚至來台灣最優秀的獎師 王老師是上次會講無數 就是有這類的就是教材啦 就是科學類的這種 大家可以看到在自己的桌上 非常多 非常豐富的材料 今天其實桌飯都是王老師 他們自己去用自己的創意 然後去發想 然後做出來的 這是非常難得 所以我常說我們辦這個活動 我自己最感佩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看到我們全國 還有這麼多的熱心的優秀的老師 在從事我們的科學教育 那我只要認識這些老師 我就會覺得 欸你又有希望 你就覺得自己的工作 做再辛苦再認都不值得 那王老師就是這樣一位老師 他的得獎喔 實在上非常多 這邊我們有稍微介紹一下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你們上 王老師的個人的部落格去看 因為那個裏料太豐富了 實在不知道要怎麼濃縮在這邊講 王老師的那個部落格 我自己很喜歡他的名字 叫做科學玩具甘馬丁 甘馬丁 你聽得懂的舉手 好嗎 就是 玩具界 科學玩具界的 這邊有稍微介紹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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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這個科學玩具界的小親友 所以裡面應有盡有 歡迎大家有空的話上去看 那今天的活動很豐富 所以我們現在就 以最熱的掌聲 歡迎王老師來為主 今天我們有請 好 非常謝謝楊大這邊 朱教授 給我們這麼好的場地 還有這個時間 那這個時間也很難得 大家可以來 在三天的連假 其中的第一天 來這邊呢 為了小朋友啦 帶著小朋友 一起來做 東走做科學 這是非常讓人家感佩的事情 那其實我們 話不多說 我們就來看一下 今天會有哪些活動 今天第一個活動 其實在我的部落格裡面 是第一個 應該是開格的文章 它叫立體恐龍 那立體恐龍這個東西呢 很多老師已經跟我要了 大家在上面留言 我就會寄電子上給他 那這個東西呢 有什麼效用呢 相信大家在新聞裡面呢 也曾經看過這一段影片 我們現在呢 來試試看 它你做出來之後 到底有什麼效果 但是呢 你在拿到之前呢 你會看到 我們的材料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一張平面的紙 好 一張平面的紙 但是呢 我們必須呢 把它剪裁下來 所以呢 各位小朋友 等一下用到剪刀的時候 請你小心 那家長呢 也可以協助一下 到時候呢 我們就折一隻公仔出來 但是這隻公仔 跟 跟一般的公仔不一樣 你盯著他看 他轉頭給你看 他會轉頭給你看 你走到哪邊 他就轉到哪邊看著你 那他到底有什麼效果呢 我們現在先用影片來示範給大家看 好 現在呢 試著做一下連結 在這個連結上面呢 有我的部落格 你只要打科學玩具 往上 對不起 我們王老師現在現場示範 怎麼找到他的部落格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一遍 只要打科學玩具 就可以找到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了 然後呢 因為立體恐龍這種東西呢 是屬於光學類的 所以呢 我又給他 你要找他的話 就去找 這一個 我給他叫做中感光波 那因為他是第一個文章 所以算是歷史蠻悠久的 也許呢 各位小朋友在學校有做過 因為每個老師 如果看到這個東西很喜歡的話 他就會上網留言 然後我就會把他寄出去 所以呢 這個應該已經分享一兩百個老師出去了 好 好 這一個 好 好 你做出來就是這個樣子 可是你從照片上面看不出來 他到底是凸的還是凹的 但是呢 如果透過影片 透過影片去看 你就會發現 會有奇怪的事情發生 好 有沒有看到他眼睛呢 就跟著鏡頭一起轉過來 連頭也一起轉 現在要抬頭了 那如果呢 你相機那第一 他要第一頭看你 轉頭過來 現在每一個小朋友 等一下呢 都自己做一支回家去哦 其實轉過來 其實轉過來他只是一張紙而已 所以我們現在呢 其實馬上把材料放下去 現在呢 你拿到剪刀之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沿著他的外面 但是 但是不要急哦 先講一下哦 撐頭一刀 縮頭也是一刀 有一刀 你一定會忘記肉的剪 那就是脖子那邊 你看看他的下巴 下巴那邊是不是有一個小白點 嘿 那一刀下巴那一刀一定要剪 這樣他的下巴呢 跟你做才會分開 然後在折的時候呢 等一下 等 大家呢 先把它剪開 外框剪下來之後 我再開始向你折吧 好 現在呢 請先開始折 先剪刀 先剪刀 先塗剪刀 先 拪刀 拪一下 好 我們現在來發下 就是原投剪刀 好 比較安全 會比較安全 沿著外框 他的外框在哪裡 就沿著外框 沿下啦 先剪完之後這一刀 我們這一個 年紀比較小的小朋友可能需要大人幫忙 在各位活動過程當中 多借我一下 其實它的版本有很多種 你想要男生、女生、小狗、小貓 其實都有 但它的原理原則都一樣 甚至你從面具 你只要去買一個面具回來就可以做 自己彩繪一下人的臉部的情況 它的線條 你也可以做出這種效果 但是呢 但是呢 千萬不要去塗在外面 因為我們立體的五官會告訴我們 它就是鼻子是凸的 眼睛是這邊眼窩是凹下去的 但是我們的彩繪是塗在面具的另外一側 塗在反面 就是我們 面具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要塗在這個地方 不是塗在外面喔 是塗在這個地方 那等一下我再示範一下給你們看一下 所以呢 各位家長呢 幫忙一下小朋友 各位家長呢 幫忙一下小朋友 那現在在我們螢幕上呢 就是我剛才講的面具喔 你可以去那個39元店喔 就是類似日系百貨那一種喔 去買這個面具 但是各位我剛才看到的現在是 面具的內部 那面具的內部呢 如果用造商具造起來的話 它會很像是立體的 鼻子是凸的啦 眼睛也有啦 嘴巴也有 請說 我之前有看過一個影片 跟這個視覺的形式 跟這個視覺的主角 它是一個 你從上面去往上看 它是一個往上的善國 可是你們把一顆粉紅的上放嗎 它一直往上 可是事實上它是往下的 對對對 那是利用錯覺的原理 那是一個日本的設計師設計出來的 它是一個日本的設計師很棒的作品 對 有得過獎的作品 所以呢 我從那個面具的各種不同的角度去照的話呢 它會呈現不同的效果 就好像人的臉呢 正對著你看它還轉頭一樣 所以呢 從各種陰影 各種陰影的分布 你可以看出來齁 它的轉動的角度還不太一樣 那我目前買到最帥的面具就是這一個 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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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帶著它運動會進場的時候帶進去齁 避免人家認出來 因為要跳舞 但是裡面呢 外面很好看 比如腮紅啊 濃眉大眼啊 裡面是怎麼樣呢 裡面是這個樣子 可是你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它 它就是在好像在轉頭給你看一樣 好 那我們再來看齁 你只要相信它它就會轉頭給你看 就是線條跟陰影所造成的錯覺 你今天呢 如果這次帶回家之後呢 你給它供奉在家裡電視上 那其實呢 任何時間你都可以看得到它 曾經分享給一個老師齁 他就給他擺在桌上齁 然後呢 不管他是不是他教的小朋友 下課時間都很喜歡經過他的桌子旁邊 目的不是要拜訪老師 是想要看那一支 那一支東西到底是什麼 是 來 先借我一下 好的 那剛剛講到的最後一刀齁 最後一刀 就是下面 下巴這一刀一定要剪開 不然你在折的時候 會連的嘴巴一起彎過來 所以下巴這一刀一定要剪 剪到一個小白一點的地方 在這裡 然後剪白一點 這裡 這個地方 對 下巴這一刀 剪到小白一點的 這樣這個位置就好 好了 是的 非常好 對 OK 同組的夥伴一定 要互相幫忙齁 那大家一起完成 我們再大家一起做下個動作 這樣的話 互相幫忙 會比較快喔 好 開始剪囉 就沿著他下巴的線條 把它剪下去 剪到脖子那邊 脖子那邊會有個小白一點 把它剪好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把它的下巴跟底座互相分開 好 下巴跟底座互相分開 來 我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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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這邊有教育界的夥伴的話 其實要給小朋友做的時候 它的輪框、外框並不是很重要 最主要的效果要呈現的話是折防 所以等一下我們再一起來折 折完之後就可以用膠水來把它固定住 我們在那個白色的地方就寫怎麼折 折法只有兩種 一個叫三線、一個叫骨線 至於三線和骨線如果折錯的話 效果是完全不一樣的 如果你做出來的面具是凸的 那跟一般的公仔沒什麼兩樣 一點效果都沒有 那如果你做出來的臉是凹進去的 那效果才會出來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教大家怎麼折 請看前面 如果看不到的話看一下大螢幕 首先 首先 把你的耳朵往後面折 這樣就看不到了對不對 耳朵往後折 對 兩隻耳朵又不見了 兩隻耳朵又不見了 二次 你又看不到耳朵對不對 好 再來 我們對於前面這些東西還蠻感冒的 藍色的臉底下怎麼會有三排的東西呢 所以 現在我們第二個要折的地方 同學知道上眼皮在哪裡嗎 眼瞼 這邊 對 上面嘛對不對 眼睛的上面喔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也有個 我們剛才撿進去的鋸齒狀對不對 眼睛的上面就給它折下去 對 就直接給它反過來折下去 沒有錯喔 好可憐 對 整個臉要齊在一起喔 好 可以 現在你都看不到臉了對不對 現在臉是白的喔 再來 你下一個動作一定是跟下一個動作相反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要折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個三角形鋸齒 再從這個三角形鋸齒呢 反過來 你就把臉看到了 問題是你折過來的時候眼睛看不到 眼睛被你遮住了對不對 好 臉越來越小 變成這個樣 好 最後一個動作 我們還有一個鋸齒呢 是在鼻孔的下面 有看到嗎 好 在這個鼻孔的下面呢 再把它折回來 變成這個樣 變成這個樣子 你從上方看下去的時候 你從上方看下去的時候 它其實是一個像鋸齒狀的東西 像一個鋸齒狀的東西 不是真正的 對 如果這個步驟你做完的話 你基本上已經完成了一大半喔 好 我再確認一次喔 耳朵往後的 上眼皮那邊 眼睛的上面 是對你自己折起來的 變成這樣子 變成一張白的臉 再把它反過來 再來 眼睛的下面 再折 再來 鼻孔的下面 再折圍去 好了 大家都完成這個步驟了嗎 有 OK 好 我現在要進入下一個步驟了 所以請大家再看一下 接下來 把它攤開 它臉被你揉令的亂七八糟了 所以咧 耳朵都也要攤開 鼻孔也要攤開 全部都攤開 然後變成一個鋸齒狀對不對 現在呢 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想辦法把它臉弄好 讓它變成立體的 問題是 我們又用到澆水了 這三個白色的地方 它有寫喔 A B C D 它寫什麼 C D C D 好 C D E C D E 三個麻煩你 往前折 往前折 不是往後喔 是往前 因為那邊是要黏澆水的地方 所以呢 麻煩你往前折 折起來 現在你就看不到那些英文字了 應該是要看不到的 把它折起來 稍微折一下 有個折痕就好 這樣 對 看不到 所以目前你看不到英文字 因為都被你擋住了喔 都被折起來了喔 好 再來 接下來 就要動用到你的澆水了 一個公仔最重要的就是臉 好 你要把他臉塑造出來 但是 我們現在把它攤開來 剛剛折起來了 細注意折 攤開來 這裡呢 等一下要塗上澆水 在這裡 這裡 和這裡塗上澆水 因為等一下要黏在三個不同地方 一個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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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麻煩你 塗好澆水之後 臉 就給他凹下去 這時候你的臉 應該是凹進去的 這時候你的臉應該是凹進去的 對 先確定好 他是凹進去的 你再把它黏起來喔 你塗澆水的地方 應該在紙張後面把他黏住喔 塗好澆水之後 把它弄到後面去 並且呢 跟紙張一起給他黏起來 變成一個凹進去的 好 各位夥伴你也好了嗎 臉如果是凸的 那你就白做了喔 臉是凹進去的喔 好了 接下來 接下來 你只要把身體 底下的底座 把它弄好就好了 底座呢 就是這兩邊 往後凹 變成一個三角錐 好的 然後呢 這裡 再把它折起來 這樣你就一個底座出現了 對不對 剩下就是部分 就是用澆水全部把它黏好 兩邊 折起來 變成這個樣子 兩邊 往後折 然後底下有一個方塊 翻過來 剩下的部分 都把它黏在一起就好了 好 這個東西就已經完成了 所以咧 它跟你的眼睛有什麼不一樣 一個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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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造型當然不一樣 問題是 為什麼你兩隻眼睛看 跟透過攝影機鏡頭 這樣看 有點不一樣 對啊 太好了 這一定要給你獎品 有小朋友呢 回答出來 我們眼睛有兩隻 所以我們有立體的感覺 但是攝影機咧 它只有一個鏡頭 它如果只有一個鏡頭的話 它分不清楚 它的深淺遠近 它的立體感就會消失 這時候呢 我們再透過鏡頭去看它的時候呢 就會以我們以前熟悉的 熟悉的習慣去看它 它到底是凸的還是凹的 我們會習慣說 這個臉就是凸的 問題是 它跟我們大腦解釋呢 是完全相反的 那會受到線條 還有陰影的影響 會受到線條 還有陰影的影響 那如果呢 有夥伴想要更深入的 再討論一下它的原理的話 我們會後再來討論 好了 所以呢 關鍵 關鍵就是 麻煩你準備一個高科技 有著想功能的手機 然後呢 手機是單眼對不對 一定單眼 相機也可以 所以加上如果有帶相機的話 更麻煩透過它去看 對可以 你自己用單眼當然也可以 問題是 問題是 你一定要離它遠一點 因為你如果太近的話 就算是單眼 你也能知道它是凹的 所以呢必須離它遠一點 如果你要用單眼的話 如果你的數位相機或手機 效果會更明顯喔 接下來這個東西很簡單 我們給它叫做幻覺的鑽盤 熱熔槍會有點燙喔 所以不建議你們操作 我們會有助教來幫你們 那各位同伙伴呢 等一下會拿到彩膠 就是一顆彈珠 一個光碟片 還有一張紙 那你等一下呢 就用桌上的剪刀 把它那個紙喔 剪下來 剪下來 中間怎麼辦 對 中間怎麼辦 太好了 有小朋友問到了 在別的場次裡面 一個幼稚園的小朋友 就知道怎麼辦了 來想一下好不好 太棒了 對摺剪 對摺剪沒有錯 你只要用剪刀 不就把它對摺 對稱嗎 把它剪開來就好了 所以呢 其實 一隻剪刀就可以做這件事情 好了 把東西剪好之後呢 彈珠擺上去 有看到彈珠要怎麼擺嗎 我們彈珠擺上面 還是擺下面比較好呢 為什麼 擺下面才可以轉啊 兩邊都可以轉啊 我這樣也可以轉啊 擺上面 這樣也可以轉啊 問題是 這樣也可以轉啊 這樣也可以轉啊 如果可以把它重心 弄到比較低的地方 它會轉得比較穩一點 所以呢 我們彈珠要黏在上面 如果呢 你把它整個重心撐高 它會轉得晃來晃去的 所以呢 麻煩彈珠要從上面放上去 周圍黏一圈熱熔膠 這樣就好了 這樣夠不夠簡單 對 這樣夠簡單 問題是它效果在哪裡 它效果在這圈 黑白的圖紋上面 黑白的圖紋上面 它有什麼效果呢 我們來看一下 開始轉喔 你做好之後開始轉 每一圈它轉的方向不一樣喔 然後這一圈本來是順時針轉 等一下會逆時針轉喔 如果你在這光燈底下 它會有顏色跑出來喔 然後有時候你會看到 然後一瞬間全部靜止下來 讓你看到 它會晃來晃去對不對 然後轉的方向還要不太一樣 它是有顏色的嗎 它是黑白的 對它是黑白的 但是在日光燈底下 會看到有橘色或藍色的彩影出現 好 這個東西我們給它叫做閃頻效應 這閃頻效應呢 其實跟日光燈的頻率啦 還有它的每一個格問 它的圖案出現的頻率呢 會有點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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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可以自己畫 當然可以自己畫 那我們今天呢 沒有時間 所以我只好幫你印好 你回家畫 當然 黑色的地方不能塗顏色對不對 你可以在白色的地方塗 你要喜歡的顏色 這樣就可以做出更多的變化 好所以呢 所以我們現在再麻煩住家 來幫我們發一下材料 熱了嗎 還沒有 春菜啊 輕輕的 我們家的雞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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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小朋友的地方 不然很多 小朋友只要負責 驚訝一下 挖一下就好了 你可以做什麼動作呢 我們來看看 這部影片 我等一下會發出去兩支火台棒 就這兩支就好了 這是我的手 再看一次 好再看一次 好 為什麼會自己跳 對 為什麼會自己跳 你可以試試看 這個是我小時候 真的是小時候 第一個科學遊戲 我表哥教我的 他同學學完之後 就回來教我 然後我 不好意思馬上就會 真的是馬上就會 等一下呢 發火台棒給各位家長 你示範給小朋友看 小朋友會有崇拜 然後回去 他會去 他會去 沒關係 發他去 我再來教一下方法 我再幫一次 我再幫一次 還是他用吹的 不是用吹的 跟吹的沒關係 會動一定是跟能量有關 是靈異事件嗎 才是普通那個火台棒 雅清也可以 零異事件不會那麼常發生 好 那我這個我就自己發了 每一個小朋友或家長 兩支火台棒 兩支火台棒 然後呢 我再教大家怎麼來操作 你先自己試試看 先自己試試看 如何把那個能量 你自己的念力灌注到 你來跟火台棒上面 可以試試看一下 所以要用 用面子也要有血水 也要有血水 也要有血水 而且要用感情 他就會跳 真的 不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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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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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 炭的 淋沒 你是 沒有人在玩 有燒那個熱龍槍的味道嗎 我的沒有彈珠 沒關係 一直來 我要試一下 大家要來看一下 不好意思 有的這樣我不能太止 回答 喔 可以 EA 跟你話 有小朋友相信是否才的問題 馬上來交換一下 再一次 再一次 要中斷大家一下 因為我在前面用螢幕 不要給大家看 來 首先 首先你需要兩根火柴板 兩隻雅仙也可以 反正是輕的東西 輕的東西做到能量的傳遞進來 能量傳進來之後會比較容易做到擾動 然後它的陣伏 陣中的幅度就會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 好 目前我用食指和拇指 把兩根夾住 這根火柴棒目前跟我的手指頭是呈現90度的 好 呈現90度的 接下來 秘訣在 罵人的那個手指頭 中指 中指麻煩靠上去 但是不是要用肉的這一面 是要用有指甲的這一面 好了 那指甲呢也跟我們的火柴棒呈現90度對不對 然後你的中指 接下來 接下來剩下的動作就只是把另外根火柴棒架上去而已 這樣子做 放在另外根掌心上面把它架上去 架上去之後 然後 你的中指 這是要講天分的 如果你用指甲彩繪的話 那就沒辦法了 你的中指麻煩你 在大家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磨擦火柴棒 磨擦就會有震動 就會有能量產生 然後那隻火柴棒就會跳出去 好 手都是這樣子 手都是這樣 捏緊火柴棒 捏緊火柴棒 想辦法用中指去摩擦 你捏住的那一隻火柴棒 它就會跳喔 來 我再做一次它的順序 再做一次它的順序 火柴棒 捏緊 中指套上去 架上另外一隻火柴棒 好了 中指 如果可以跟火柴棒摩擦的話 就去摩 它就會把能量傳過去 跳下去 這個大人比較容易成功 因為大人的指甲比較快 比較長 比較快比較長 等一下 所以下次這位小朋友也研發出來他自己的方法 用拇指的指甲 如果有興趣的夥伴 也跟他請教一下 就可以了 任何一個手指的指甲都可以 好 為什麼要介紹這個東西呢 因為它已經跟後面的火柴有關 所以咧 接下來 各位夥伴應該都拿到剛剛的幻覺陀螺對不對 對 好 如果可以轉 轉了沒有問題的話 就麻煩你收起來 集中在桌子中間 然後火柴棒千萬要小心喔 如果你用不到的話 不要拿來燒我 剛才有一個小朋友已經在燒了 要小心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動作 其實跟摩擦也有關係 摩擦會產生一些事情 我們等一下會發下去水果擦 這可能你用完之後 擦了幾下水果就把它丟掉了 其實很可惜 這是一個很好玩的東西 對 再來 你需要一個圓形紙盤 剛好最近裁切很多 好 圓形紙盤 然後呢 你接下來只要把水果擦 一端不小心 也是很故意的把它折下來 它就變成一隻而已 這個不要丟掉喔 它很有用 很有用 它可以代替剛剛的指甲 幫你磨 好 不是剃牙 是幫你磨 那如果我們有圓形紙盤 並且把那個擦子 從中間給它穿一個洞 給它穿過去 它不就變成一個轉輪了嗎 對不對 對 可是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們手指頭去撥 那多無聊 很無聊 就是 就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所以呢 想辦法讓它固定在我們的水果擦上面 怎麼固定 因為前面是尖的 所以想辦法讓它變彎的 這個東西就很有用 打火機稍微燒一下 讓它變軟 彎下來 就不要再燒了 燒一下下就好了 讓它彎下來 變成一個鉤子 變成一個鉤子 接下來呢 把你的紙盤呢 給它套上去 當然紙盤上的洞 你自己調整一下 把它套上去 之後 可以輕鬆的轉就好了 不要太後面 因為後面的那個水果擦的 那個 直徑比較大 所以盡量放在前面 接下來呢 拿出你剛剛折斷的那一支 好 開始磨啊磨啊磨 磨哪裡 這邊是不是有指紋 對不對 有一圈一圈的 你就去刷它就對了 你就去磨它就對了 磨的時候咧 就會有 轉動的行星發生 好 轉動的行星發生 你轉右邊 如果是順時針 你去刷左邊 就會是另外一圈 就會是另外一邊 好 所以呢 這樣子 有看到的還是轉嗎 然後咧 這邊刷另外一邊 它就轉給你看 所以呢 一個水果擦 用碗千萬不要丟掉 太浪費了 拿來玩 拿來玩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會把水果擦發下去 還要把原型紙盤發下去 好 OK 麻煩助教幫忙燒一下 燒一下 讓它燒一下變彎 那就好 燒一下讓它變軟變彎 那就好 燒一下讓它變軟變彎 你在哪些 刷邊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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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轉它有關 可以 來 謝謝 謝謝 待會兒 就是刷旁邊的指紋 刷到另外一邊 還有轉 刷另外一邊 做任何實驗都有它的訣竅 這個訣竅呢 在於說 你的 尺果擦的軸 中間的轉軸 其實不是轉軸 然後又支撐的軸 有沒有跟你那個轉彈 它的那個恐懼 差了稍微大一點點 如果太接近 太接近真的 你差點太大 然後 然後呢 然後第二個訣竅 跟火把可以先聽一下 我想一下為什麼它會轉 首先我們在刷的時候 是不是給它能量 對不對 這個能量呢 使得水果擦震動 如果呢 這個水果擦呢 你沒有給它握緊 它會晃 那個能量呢 大部分都消耗在晃的地方 晃的地方 所以水果擦稍微捏一下 捏一下 那為什麼水果擦動的時候呢 磨它它的時候 前面的轉彈就會動呢 我用一個最簡單的例子跟大家講 大家有沒有玩過烏拉圈 有 你的身體在動的時候 烏拉圈是不是也跟著動 你的身體在動的時候 你的烏拉圈 跟著動的時候有沒有痛苦 其實沒有 是你的身體先轉對不對 烏拉圈再跟著轉 這邊也是一樣 水果擦先轉 然後後面的轉彈再跟著轉 它們會有個相位差 其實會有個時間差 所以呢 可以試試看 最重要的左手 如果你是用左手捏的話 捏緊一下 然後摩擦不同的地方 它會長不同的方向 可以隨便 也可以一起征轉 好 有沒有摩擦還沒有成功的 就是有別 多練習就可以了 多練習就可以了 好 所以呢 真的 身邊的小東西 都可以拿來使用 水果擦 千萬別用了就只有 留在下次來使用 一些些的 一些些的 可是除了這個以外 如果你成功的話 麻煩你把你的材料放中間 我就知道你OK了 我就發給你下一個材料 好 這個東西可以放哪裡呢 你剛才不是做了一隻恐龍嗎 放在恐龍後面好不好 放在恐龍後面好不好 然後你的材料可以放恐龍後面 飛出來了 關於震動 有好多東西可以玩 好 今天問我們 我們的題目叫做 木炫神明之地轉天雪 旋轉的東西我們玩很多 我來跟你們講一下 旋轉 除了能量以外 能量有形 無形 有的你看得到 有的你看不到 通常是看不到了 我們如何把它變成有形的東西 我們如何把它變成有形的東西 前面這個東西是我們在國中常用的 叫做雷真弘 雷真弘 我們要把聲音放大 我現在在抹茶 晃動 會不會有聲音 你聽得到嗎 聽不到 但是如果說你有一個共振 共振槍 你洋芋片吃完不要丟 這個盒子很好用 只要拿一個彈簧 這個彈簧怎麼來的 如果你家裡有壞掉的無限電對講機 它的天線就是一隻彈簧 不然去外面買一條也可以 然後你把它拉長給它轉進去 當然底下要戳一個洞 把它轉進去 對 紙杯 紙杯當然也可以 問題是我今天沒帶 因為我以為那個是大家都已經用過的東西 大家聽一下喔 剛剛你聽不到聲音 現在可以喔 是因為它可以幫你把聲音放大 所以呢 我們今天 不是做這個 不是做這個 我們做的是另外一個 這個活動呢 我給它叫做文基奇舞 這個文基奇舞呢 其實就是我們裡面的 這個 生動杯 這裡面的生動杯 要介紹一個小朋友 來 它做了什麼事情 吹氣 不是 什麼叫雞 再一次 一直嚇 一直嚇 再一次喔 就是請你叫 就是讓它叫出來 你只要對裡面 啊 上面的毛根 那隻東西就會轉給你看 沒有聲音 對 怎麼沒有聲音 真的 不好意思 好 所以呢 每個人等一下會拿到一個幾杯 放題 看這幾杯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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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啊 你現在對這杯子喊一點用都沒有 因為你怎麼要喘過進去 所以呢 等一下我們會 每一組發一支 美工刀或小刀 好 怎麼做呢 來 大家先看一下 先知道怎麼操作就好了 這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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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朋友 等一下 這個動作需要家長幫忙一下 這個動作需要家長幫忙一下 小朋友動刀很危險喔 我害怕 我們只要給它割下去 割下去 一刀 有沒有看過F站緊 有 F會不會寫 會 就這樣 插插 對不對 再另外一刀 從另外一邊割過來 真的 請你小心喔 真的請你小心 好 就這樣好了 這個實驗已經完成一半了 接下來 當然要一個洞跑出來 這個洞 請你把 壓壓進去 壓進去 壓進去 所以如果你厲害的話 各個緣情也不錯 現在打叉就可以了 請問一下我直接把它剪掉 跟那樣的效果 一樣 我中間是挖空 OK的 OK的 只要讓你的聲波可以傳進去就好了 好 然後呢 會發下去各位 可能小學才會用到的東西 帽根 應該叫眼鏡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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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你把他的身體彈一圈 然後他的頭呢 舉起來 他的頭 慢慢舉起來 讓他的身體彈住的那一圈 可以站在你的杯子上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開始了 那我要做一生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他會怎麼樣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他會怎麼樣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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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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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前後 過去 枝桃一下 喔 喔 這樣子 然後折成這樣 就底下一個圓圈上面一直提出來 然後折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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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折成這樣 好接下來 這個動作 這個東西 是各位父母親展現你們的實力的時候 因為小朋友不已經坐得起來 以前德國科學家 肯特 曾經做了一個試驗 他在一根玻璃館裡面 接上喇叭、揚聲器 並且把聲音傳出來 裡面放了保麗筒球 讓保麗筒球呈現規則的起伏 然後研究主播 然後研究波的性質 我們現在也來做 不過這個叫人體肯特館 我們沒有喇叭 喇叭在我們身上 我們要對著它講 好 中間什麼都沒有 你怎麼看得到 沒關係 我就是有保麗筒球 這是細的 不能買粗的 買細的 因為它細的才能塞到珍珠奶塔吸管 因為如果買太大絲 不太好看 是不太好看 所以要用細的 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在做的時候 因為這個是比較微小顆粒 所以要麻煩助教來分裝一下 我們先做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交代 沒有錯 交代 應該在交代了 沒關係這邊有 交代這邊發就好 來 如果你把保麗筒球抓進去 一定會發生一件事情 一定會露出來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把它封住 這時候透明膠帶就很好用了 所以把透明膠帶封住其中一端 看你要怎麼封都可以 只要封住就好了 所以請你用盡任何方法 不要讓保麗筒球露出來 把它封住 好 封好之後呢 當然 這裡是尖的 好危險的地方 把它剪掉 剪的時候不要彈到別人 剪好 剪成平的 剪成平的之後 開始去挖 挖什麼呢 挖保麗筒球 不要太貪心 你裝太多 它也跳不起來 所以 給它裝進去 跑出來 不好意思 老師 我覺得我要一零了 大概3分之1-1分之1左右就好了 3分之1到1分之1 好了 那 有些個小朋友可能會是講說 這裡不是只有膠帶 來不是會黏住嗎 沒關係 黏住幾顆 真的沒關係 接下來呢 你不要嘴巴直接去吹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嘴巴去 所以它直接跑到你的嘴巴裡面去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過濾的東西 這個過濾的東西呢 回家裡你可以轉 我們平常家裡會有一個叫做漱口袋的東西 這漱口袋就是繩子一拉 那封口就把你弄好的 不是夾鏈袋 夾鏈袋是這一種 我講的是漱口袋 它這邊有一條繩子 拉它就會縮給你看 那種叫漱口袋 然後呢 我們把這一個 那是那個塑膠的繩子 那個拉它要用的 呃不是 那是保鮮袋 我們把這個稍微剪一下 變成一個很細的網子 這個很細的網子呢 一樣的 也給它 也給它封住 封住另外一端 然後再用膠帶給它彈起來 這個時候不管你再怎麼搖 不管你再怎麼吹 它都不會露出來 因為左邊這裡 我的左手這邊有膠帶擋住它 右手這邊呢 有網子去擋住它 這個時候 你只要往裡面 它裡面的球就跳給你看 好 可以試試看 我們先玩這個動作 我再放影片給你們看 好 我們先讓它 它不是保養 它不是保養 對 先讓看我們身邊有什麼東西 是 它 不是 不是喔 它鞋好軟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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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沒錯 它在某種枕頭裡面 好了 小朋友 可以嗎 好 小朋友 趕快 我們只剩10分鐘了 好多沒有人到耶 先安靜 回家 回家 休息一下在完 夾那麼多的話實在會有點口渴 所以還好單位有包的這瓶水 可是這瓶水 說實在的 這麼好的水我實在喝不起 所以還是先換給主辦單位 好倒光了 缺水的時候怎麼辦 空氣中水蒸氣好多 喝不夠怎麼辦 再抓一點進來 再抓一點進來 還有沒有水 還有 真的有嗎 沒有 還有沒有水 再抓一些 還有沒有抓一些 有啊再抓一些就有了 這是變魔術嗎 怎麼還會有水 怎麼回事 到底怎麼回事 跟你們今天帶的寶特品有關 有哪一個小朋友可以知道 或假裝知道它的原理是什麼 你告訴我 我直接送你獎品 剛剛已經有兩個小朋友可以得到獎品 不是變魔術這不是原理 當然還有水啦 繼續 還是有 倒一下 空氣 空氣 空氣裡面有水蒸氣 這個杯子很普通 大家家裡都看得到 你說 冰塊這裡沒有啊 你說 水蒸氣 有這麼快嗎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好 我還是送你獎品 但是 不是 正確答案 你說 這個杯子裡面還沒有到完的水蒸 還沒有到完的水蒸 有這麼多嗎 沒有啊 一滴 大碗了 大碗了 真的沒有了嗎 在抓一切 在抓一切 真的沒有了嗎 在抓一切 在抓一切 你聽到什麼了嗎 你聽到什麼了嗎 對 倒出來 就這樣而已嗎 應該不只喔 來 我現在洩漏答案給你們 這兩個杯子 兩個杯子 這裡只有一個杯子 老師 請說 裡面有那個 冰塊 冰塊 你說的是吸水粉嗎 冰塊 不是耶 怎麼辦 剛剛老師已經知道有答案 來 請說 蛤 雙層 對 它是雙層 沒錯 所以水一定藏在雙層裡面 我只要知道 今天你們回去的時候知道這個原理 然後回家上網查一下 三個字 回答出來就好了 三個字 它跟大吸壓力有一點相關 不是雙層水 跟化學料理沒有關係 因為這邊是物理器 所以我今天沒有帶化學的東西過來 跟大吸壓力有關 跟大吸壓力有關 摩擦力 我有摩擦它嗎 不是大吸壓力是三個字 三個字 如果你是國中程度 國中程度到國二級一定會學到 可是現在是上學期不是下學期 還有嗎 不要 來 剛剛已經有兩個答案了 它是雙層的 絕對沒錯 絕對沒錯 這個原理呢 跟你家裡的熱水瓶 熱水瓶 有關係 來 請說 你給他們看一下裡面 給你看 我們給鏡頭看 對 直接給鏡頭看 大家回座好嗎 因為所有小朋友都這樣看 來 請後退給大家看一下 小朋友回座 好 好 剛剛 這一點是衝突 裡面 來 我們看一下 有 下面有 到底有沒有 有 再聽一下 有 裡面還有水 各位 請說 聯通館太好了 聯通館 聯通館 對對對 可是這聯通館 並不是太複雜的東西 它只是一個雙層的杯子 所以剛剛有回答雙層的杯子 小朋友或家長都可以拿獎品 聯通館它其實 其實是家裡的鋼杯 做一件什麼事情呢 你只要有一個端子 這裡挖一個洞 這裡挖一個洞 外面 外面 這樣子你的手才能去遮住它 才能去按住它 然後當然裡面也要一個洞 讓水跑出來 裡面也要一個洞 讓水跑出來 我現在再示範一下 剛剛做的第一件動作 第一件動作 其實我是在讓水 跑到夾層裡面去 所以我要講一些廢話 講一些廢話 讓水有時間跑進去 接下來呢 藏岩法就是把水呢 倒掉 但是倒掉的時候呢 我要按住它 我要按住它 所以裡面的水 夾層裡面的水 就不會跑出來 接下來 開始放掉 所以我的手要放開 放開的時候呢 大壓力就可以讓它 把它起出來 然後兩邊水面一樣高 內腕水面一樣高 所以呢 當水跑出來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水 有 沒有耶 有嗎 有 好 我再放一點水出來 好 我看它倒掉 好 現在沒水了對不對 沒有水 水都用光了 不好意思 好 所以呢 它的結構其實是這樣子 一個雙層杯 中間是空心的 你只要在這個地方 挖個洞 讓手可以遮住就好了 不要太大 然後呢 這個地方 角落 不要在中間啦 角落 挖一個洞 然後呢 你在水灌進去的時候 它就會兩邊 水從這個洞裡面流進去嘛 對不對 然後兩邊呢 內外夾層 一樣高的水位 這叫連銅管 因為底部相通 再來 我們呢 現在把水倒掉 把水倒掉 但是呢 你在倒掉的時候 手要按住這裡 對不對 那這樣子呢 裡面的水就跑不出來 你要讓裡面的水 跑不出來 很簡單 離開你的手指頭 離開 它就會從這裡 它就會從這裡 再度的跑出來 那當然你要知道 你的水量到底有多少 不然會像剛才那樣子 水用完了自己還不知道 OK 好 那你們今天帶寶特瓶來幹嘛呢 很簡單 對 我要挖洞 我要挖洞 所以呢 請家長要幫忙 我們需要尖頭剪刀 尖頭剪刀 好 沿通管呢 它其實很簡單 我需要呢 把這個 你們帶來的寶特瓶這裡面 稍微靠近底部的地方 搓一個洞進去 搓一個洞進去 然後呢 那個洞的大小 最好呢 是符合這個 可彎吸管 可以彎曲的吸管 那如果呢 你挖好洞以後呢 把它塞進去 並且用熱溶膠呢 把風口呢 黏起來 這其實就是一個 很簡單的晴雨劑 晴雨劑 晴天 雨天 因為晴天是高氣壓 高氣壓的話呢 它吸管水面會下降 那雨天的話呢 低氣壓 水面 吸管裡面的水面 會上升 會上升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高高低氣伏 隨著它高低氣伏 你可以知道 接下來的天氣狀況 可是除了這個以外 你還可以做什麼事情 兩邊的水面會一樣高 就是內跟外 水面會一樣高 接下來你可以做什麼事情 就像我的手這樣子 這是 摸它 這是一個 很有名的科學教具 請坐 油管 油管是對 下面一個圈圈 然後那個有一個 一直跑下去 很好 那裡面是一個 沸點低還是沸點高的液體 這是太難了 沸點低 沸點低的液體 所以它容易變成氣體的狀態 對 很好 等一下送你喔 來 如果你在摸它的話呢 它其實 會讓你平身上半部的氣體 有點膨脹的現象 那膨脹的體積變大的時候呢 它就會把水壓出來 讓這邊水面上升 這其實就是一個愛情溫度計 愛情溫度計 Lav meter 可以這樣來做 那除了這個以外 你還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如果今天 今天你沒有把這個做完 回去 用水竹箱的管子 我們叫風管 水管 厚名的水管 叫做風管 你可以做連通管 還有紅心現象 你這樣做 比如說你這樣弄 什麼時候它的水 裝到什麼時候 它的水會跑出來 高於哪裡 高於吸管 高於吸管 吸管的哪裡 轉彎的高度太好了 等一下來拿獎品喔 高於吸管轉彎的高度 如果你是這樣黏 高於吸管轉彎的高度 它其實 就會把底部的水 全部給它漏出來 看你的吸管底部 連到哪裡去 對 很好 我們有一種紅溪式馬桶 也是這樣的原理 家裡的馬桶 真的就是這樣 可以沖水 然後呢 水就 排泄物往外面沖 跑去污水出力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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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呢 不好意思 今天真的活動安排太多了 讓大家做不完 現在呢 請各組的助教幫忙一下 如果呢 需要把這個實驗完成的 你就幫大家把那個寶特瓶鑽動 並且用熱熔膠 熱熔膠 把它黏好 這樣幫它黏好 這樣這組就完成了 那可是 家裡的水 一般來說都是透明的 很難有顏色的 就跟你用醬油啦 或其他東西 所以 如果你想要讓水有顏色 你可以加一個 水彩或者這個東西叫實用色素 這叫實用色素 可以試試看 好 可以試試看 水彩當然也可以 廣告顏料當然也可以 好 可以試試看 讓水染色 它會更方便容易觀察 這樣子 好 那再麻煩各組助教 看有沒有需要 把這個教局做完 好 那請各組助教 先把材料搭下去 然後需要協助 黏膠的部分幫忙一下 然後 同時我們娃娃老師 會把他部落格上就是 怎麼製作這個東西 先放給大家看一下 那即使要趕時間的朋友們 你們也可以稍微看 或以後再回去 如果沒有大於寶特瓶的朋友 也可以跟我們要 我們自己用這些 觀察 所以吸管要把底下 先穿動 然後黏吸管 這樣子 吸管在這裡 請按個噏 隨便正義的 那張 哦 是 有 老師 可以 按個噏 不要 Idea 然後 funding 趾 按個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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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2隻黃蛙 作為我幫你參考一下 其實做出來的樣子就像這樣 就像這樣 有顏色的水再加寶特瓶 還是可玩吸管 就可以做出一個 對愛的凡事喔 然後我幫你們的 如果吸完東西去之後 也在等待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看一下上面的圖片 這是低氣壓還是高氣壓 高氣壓 這是高氣壓不要錯 高氣壓外面氣壓比較高 把水住 吸管裡面的水住往下壓 所以那一天是起不掉 如果當時製作的時候是高氣壓 然後一到高氣壓壓 這樣的話就不掉了 太好的問題了 那要調整水面 所以做好的時候其實要調整水面 通常是外面的水住高度比裡面的水住高度 高個2到3公分 高個2到3公分 然後呢 接下來要調整的時候 因為它畢竟是開口的 所以它的水分會慢慢的不見 然後它也容易受到氣溫的影響 你在擺放的時候 都必須放在攤子 絕熱的攤子上 會比較好一點 那靜音做這個的時候 是要在氣壓稍微高 就晴天的時候做一下 會比較好 好這個 各位應該知道 我們王老師今天準備的材料非常豐富 所以如果我們待會 這個大家進度都很一致 然後把這個奇雨季做完之後 我們王老師最後有帶一個十字回憑標 那這個材料我們會發回去給 就是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也許你們就是回去做 因為今天的時間實在不夠 但是呢 回去做完以後怎麼玩 我們會請王老師示範 因為今天外面風太大 然後我們要到外面去玩的 那就沒有這個機會 但是我們可以在室內 王老師先示範給我看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要不要看一下 來看一下老師這邊 看一下這個很厲害的回憑標 你回去如果完成之後 它發射出去是什麼樣的 好 兩個厚紙板兩片 長條厚紙板 這樣好 一條橡皮筋 就可以做回憑標了 不用練書機 也不用其他東西 所以一條橡皮筋把它 對紙板把它綁在一起 它前面是叉叉 後面是平行的 反正就是把它綁在一起就對了 然後你可以調整 當然十字形是最基本的形狀 好小朋友先坐下來 你有沒有不曉得 會不會有實驗上的誤差 它會飛到另外一邊去 所以大家不好意思 請小心一下 發射千萬不要用力 用力會亂飛 所以用巧勁 用你的手指頭 跟你的手腕 讓它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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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的時候這樣拿 這樣拿 拿一端就好了 只要稍微甩一下就好了 回去請你做一個動作 其實 用橡皮筋 用橡皮筋就是要讓你探究 讓你探討 這能不能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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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的軌跡不太一樣 這能不能飛 這可以 這是土著的軌跡不太一樣 七字形 對不對 一樣 不好意思 所以 不同的形狀 它會有不同的軌跡出現 等一下 麻煩 麻煩助教幫我拔一下 才能 好 這個我們要一個小小的限制 就是 待會我們會發這個活動的問卷 要給各位大陸小朋友填 那你填換問卷 用問卷來換回力標 要公平吧 OK 大家稍微有一些貢獻 跟付出 OK OK 好 謝謝 那就請購一下 再重新製作你的心與其 任何問題 問一下我們 公共人員來問一下 沒關係 來這邊就可以 所以 這個 可以搭配這個 一小三明星兩條 三四條 可以逆時針 也可以正時針 好 那我們可能在 這個 最後結束之前 我們會先頒一個 感謝賞給我們王老師 然後呢 我要請問一下大家一個意見 王老師今天準備了十四個 sorry 十四個實驗 但是我們沒有完全做完 是不是很可惜啊 對 那所以如果我們 邀請王老師 再來給我們講一場 這樣就覺得王廠 大家覺得怎麼樣啊 好 好 好 那就要鼓掌 歡迎一下 好 我說基本上喜歡 我們的講師 當草話一樣 然後就錄影成正 所以王老師就 必定再來一次 謝謝 那我們先把今天的這個 感謝賞 就借大家的手幫我們 鼓掌 謝謝我們王老師好嗎 謝謝 謝謝 terrible 謝謝 aka 我們再次提醒一下 您的溫泉寫好以後 就麻煩到我們剛剛入口的地方 就是在我們出口 跟季雲姊姊把這個形式回一間 那這邊也有一個藥品 大家可以看看一下怎麼玩 因為如果要玩的話 可能要請各位到外面去 如果現在風沒有很大的話 就可以到外面去 這邊還可以 如果要跟我們王老師合照的話 有當然有三季的相機 我們要來旁邊的網子 也會照樣 就是說你怎麼那麼差 什麼